在片畫裡面有看到小S的部分 其實也真的是去拜訪了好多次 他才點頭答應願意來拍攝 他好像也沒什麼給我鼓勵 他就降價 降價說我給你最大的鼓勵就是降價 哈囉TVBS娛樂頭條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修傑凱 我自己這一塊其實是 花最多時間是在靜雯真笑 因為必須要讓他很相信我們 會把他拍得很棒 然後把故事說得很好 對 那我知道在 其實在片畫裡面有看到小S的部分 其實也真的是去拜訪了好多次 他才點頭答應願意來拍攝 然後像林熙蕾他其實也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來決定說要來拍攝 算是有心架這樣 對 就把我的片酬貼在他那邊 然後對 就是降價我覺得算是非常非常夠意思的 他好像也沒什麼給我鼓勵 他就降價 降價就說我給你最大的鼓勵就是降價 然後時時的鼓勵 是 小S那邊的最大的那個困難點是什麼 等看了播出你們就會 對 就會懂了 是因為太大了嗎 是非常的唯美 對 就是拍的尺度非常唯美 對 就我覺得 因為有一些些的情感比較濃郁的戲 對 所以會需要思考比較多 對 那小S他確實也很久沒有拍戲了嘛 所以也會 他也會有很多他的顧慮 那我覺得我們都能理解 對 但是因為那個角色其實我們想了很久 覺得他真的非常適合 對 所以 後來也真的也動用導演也跟他花了很多的時間來溝通 對 也還算順利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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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 我有看 超好喜歡 對 好喜歡 對 對 我沒有耶 我想說我看完再去問 但是很開心 因為有生之年那時候也差不多是在 他差不多跟時時時刻是同期拍攝的 然後那時候也知道是 同時也是小杜哥的劇本 所以那時候聽到這個故事題材就非常非常的期待 然後看到播出 又看到是許少任導演 小任導演是我非常非常欣賞的一個導演 他很擅長說說親情 很擅長說家庭的這些故事 看到拍攝完然後到現在看到第四集 其實我非常的非常開心 就是覺得他真的有拍出一個味道 就一個家的味道 有self裂合作師 這是一群學員 你也應該會有點擅長 全部都不斷 我都不斷 你也有些人 不要坐 我都不斷 你也怕 你都不斷